那麼繼續要來看到的就是同樣一起事件 剛剛還扯出了另外的人 他是誰呢 傳出有人在PTT後面帶風向 幫林秉書來洗白 這一名發文的網軍也被起底了 說他是知名的綠營鄉民 台獨機關槍李伯璋 就是照片當中這一位 好 這個有名嘴起底說 這個李伯璋曾經擔任過 陳婷菲妹妹也就是台南市議員 陳怡貞的辦公室助理 不過去年他已經離職了 對此呢 這個陳怡貞也證實了 的確是有當過他助理 也有請他負責這個臉書粉專的經營 不過去年離職之後呢 至今都沒有聯絡 希望他本人自己快要出 自己出來說明清楚 那麼昨天李伯璋呢 也在這個外界的輿論之下 他終於在臉書上頭 貼出了1667字的聲明 這邊也幫大家整理出來了 那給大家聽 他說呢 我從沒承認是 這個梅品維尼啦 就是這個PTT帳號 Crazy Winnie 他也說呢 我不認識這個林秉書 沒有他的line 林秉書呢 是透過共同朋友 希望來請他幫忙的 那麼他事後看新聞 才知道自己也被騙了 事前知情 但是文章呢 並非要我發 他說呢 他也澄清 我並不是屬於任何派系的人 好 對於外界 種種的這個對他的指控啦 一些傳聞啦 他全部都切割好 好 現在呢 就來看到說 那麼對此喔 這個 因為陳庭妃也被點名到了嘛 陳庭妃則是說呢 他根本就不認識 這一名男子 那麼關於呢 這個陳醫生呢 他也已經透露說 對啦 他其實有擔任過他的助理喔 但是呢 因為去年表現不好 所以就已經離職了 好 那麼這個 他說呢 這李伯彰說呢 他這個 在事情爆發之後呢 他也覺得被騙了 當初呢 也很後悔接了這個電話 他說自己也當 也願意向高嘉瑜 來當面致歉 那麼後續的法律責任 他也願意自行承擔 但是他撇清 跟這個梅品維尼的關聯呢 他說過去都是台南的各級明代 來主動找我要尋求合作的機會 那麼他知道呢 這一次在背後放話的是誰 所以呢 他說如果有人硬要將這起事件 扯向派系鬥爭等等的話呢 那他就會把所有的真相要公布出來 他也向這個放話者喊話說 是可而止就好喔 否則呢 會把自己過去啦 受到各級明代合作要求 或是如何對付對手的一些細節 全部都要公諸於事 對於一個已經遍體淋傷的人 落井下石的話呢 大家最後就是玉石俱焚 聲明的結尾呢 李伯昌愛表示喔 就是想要針對報導說明 因為林秉書呢 欺騙了大家自己就和那些被他耍的一樣 也是被耍的團團轉喔 好 那這個他剛剛提到了說不認識這個林秉書啦 好 這起整起事件呢 針對這個高家瑜的家暴案 不只扯到了美品維尼 更扯出了 台南綠營的大咖 因為有人說這個美品維尼 似乎對陳婷菲特別好 也讓陳婷菲直言說呢 他好像被雷打到一樣 而他也曾經是這個網路的受害者 不會做這些事 一起來聽 我是網路的受害者 大家可以去看 基本上從過去初選一直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斷過 我就是網路的受害者 而且說真的 我也沒有能力去加害別人 所以我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片面的說法 其實是很不公平 今天一大早起床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我昨天是被雷打到 真的是被雷打到 莫名其妙 然後用一個 已經是離開一年多前 就離開的一個地方議會助理 然後硬要跟我牽扯在一起 那重點是 我跟林楠就不認識 我有什麼樣的動機 有什麼樣的用意 有什麼樣的目標 要去幫他洗白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不合邏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到此為止 好 這件事情仍舊沒有辦法 到此為止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牽扯出來越來越多的人 它不是因為郵淑慧 昨天晚今天也來到我們中天蠟丸報 它點名民進黨的網軍 在選舉時候主打國民黨 但是平常就互相內鬥 那麼這一次高家瑜事件更是讓PTT變成了綠TT現行的這些網軍 也扯出跟台南政經大佬有關 游市會就形容說這些網軍就是南流 民建黨的網軍各派系都有自己養 新潮流養新潮流的網軍 蟹系養蟹系的網軍 正國會養正國會的網軍 小英的養小英的網軍 選舉的時候 雖然都在打國民黨 但是平時的時候都在內鬥 都在內鬥 我告訴大家PTT已經變成綠TT了 之前卡神楊慧如大家還記得吧 然後這個林峰偉 自導自演的林峰偉 然後這個瘋狂維尼是誰 是李柏章 以前也是民進黨的助理 再加上這一個這個林秉書 他們其實都有曾經認識 甚至合作過 瘋狂維尼他怎麼說 他第一時間幫林秉書 出來在PTT帶風向 說這個你看高家瑜 哪有被限制行動 他們哪有要分手 這個小馬去鬧二兵的時候 還是高家瑜幫忙報警的 為什麼這個瘋狂維尼 會去幫這個林秉書帶風向 後來這個瘋狂維尼 就這幾天就發現事情鬧大了 可能都會查到他 他就出來道歉 他說沒有啦 我是相信一個南部 台南政經大佬的聯繫 是他拜託我 台南重量級人士 請託他的 好啦 那大家就知道了 我們剛剛說 這一群人就是南流的 是不是又更拉在一起 是幫台南的哪一個大佬